香港跡象講剛剛才落幕沒有多久 那之前有一個大家都蠻大的一個新聞 就是說香港電影已死 而且還是一個影壇的一個大哥所說的 那你認同這番說法嗎? 就算是死都不重要啊 死了可以服務的吧 我希望有香港電影有重生的一天 當然現在是存在一個比較困難的時間 那困難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香港的市場比較小 都是只有700萬個公眾 馬來西亞更小 還有你要引公眾入場看戲 是相對比以前的難很多 因為資訊發達 很多不同的娛樂 吸引了一些人去另外一方面 我們要再換醒回去看戲 其實是一個夢工場 你給大家多一些夢 大家發一下就可以了 現在是艱難期 但是艱難期也是一個重生的機會 那其實我覺得說 其實蝦韓電影現在 你剛才也說 它其實處於一個困境當中 對 你覺得他們最欠缺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都說劇本劇本 劇本是因為你拍過這麼久 那麼多年的電影 好像什麼題材都拍過 但是我們要用一個 即是叫現今的人的想法 去重新包裝一些 其實太陽底下沒有紳士的 所有人生經歷的事情 每個人的階段都一樣 怎麼可以令到當下的人 會喜歡再進去戲院 是需要你說故事的技巧 喜歡有不同的配搭 也都希望有些新的面筒在參與 各樣各樣的配合 才能夠再可以起飛 所以其實好像基壽明 你在這個就是香港電視那邊 有演了這個兩部電視劇 是不是也是帶來一些 可能說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說 也是帶來一些 稍微的不同 對於香港電視圈來說 如果是講電視界 那我最近參與那兩部 境界線和選戰 都是我在這麼多年拍電視裡面 稍微另類一點的作品 那它整個製作的團隊 或者製作的概念 和以往都有點不同 那這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一個挑戰 其實我們香港的電視 一向的節奏都是快的 但是快得來 好像有時候脫離現實 譬如我們住屋 我們香港很小 但是每間屋都拍得好像很大 那這個不是一個 反映現實的生活狀態 然後我最近拍這兩部電視 因為它全實景製作的 你想整大一點都沒有 它現實就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所以拍得上來的難度是會有的 譬如你下燈 尋景都是困難的 你不是踏出來的 所以從這一點 就可以在作品裡面 更加是貼近這個生活 貼近生活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想看回現實 那當然呢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 或者是劇種問題 可以美化一些 但是也不能脫離太過緊要 求真是需要的 而且我們 faz更多 是一個多的 我們到後來 我們到晚了 到晚了 到晚了 我們到晚了 到晚了 我們到晚了 我們到晚了